好朋友 各位好夥伴 大家好 我是于北辰 那北辰 北辰将军可不可以呢 就你现在所知道的状况 跟我们大家现场的这些习习伯伯们 阿姨们呢 报告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在各个动队已经有多少人了呢 好 今天一早起来我们很担心啊 因为天空为我们哭泣下着雨 看到我们这么热烈的出息 连天空都放晴了 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的状况 在第一众队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 已经开始慢慢的出发了 集结的人数保守估计两万人 哇 两万人哦 还在陆续集结中是不是 还在增加中 很多人已经挤不进来了 在后面挤在红砖道上 都已经爬到树上去了 另外在第二众队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 在228公园里面已经超过两万两千人 还陆续的增加中 哇 这就两个家人就已经有四万两千人了 有四万两千人 军方的主力的部队 现在在大中门跟大校门 现在我们黄英黄将军初步的回报 那边的人数已经超过六万五千人 哇 这加起来就是已经超过十万了哦 目前的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人了 对 我们一定要给那些 以为我们不到三万人的人给他难看 对不对 呃 执政党还有很多的明确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群人军工叫太乖了 对我们的心情 我们也请到了一位他同样是 博军队伍的上校 要为大家带来两首 邓丽金的歌曲 我们来欢迎张玉兰学姐 掌声鼓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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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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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国里 你的笑容这样熟悉 我因是想不及 心情 夢見的就是愛愛你 在來見我意 一笑容這樣熟悉 我已是想不去 愛愛你 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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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在哪里 哪里 哪里 女的笑容 这样求你 我已经想过你 看 看 看 你 梦里 梦里见过你 愿意 笑得多甜蜜 是你 是你 梦里就是你 在哪里 在哪里 天空里 你 不用这样求你 我已经想过你 在哪里 在哪里 谢谢 谢谢大家 9月15 就是中秋节了 在今天难得的历史机缘里 祝福大家 何家平安喜乐 幸福美满 现在再为大家献唱一首《但愿人长久》 《但愿人长久》 作词 作曲 作曲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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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人长久》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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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愿人长久》 编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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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像别是缘 愿有阴天圆圈 愿有悲欢离散 此时孤单圈 来愿人长久 天一同缠绝 天一同缠绝 孤单 祝福 天一同缠绝 有不眠 不依有恨 何时终将 也是缘 也是缘 人永远离合 愿有情人全 何时孤单全 爱人人长久 天离 共产 军 谢谢 祝贺 大家 谢谢 谢谢张玉兰学姐 是 可是我们是不是呢 要跟这个现场我们所有 在今天我相信他们的心是跟我们一起游行的 但是呢因为他们必须要执勤 就是现场很多的警察朋友们 以及这个很辛苦的工作的媒体朋友们 我们是不是请大家一起给他们一些热烈的掌声 我们大家给媒体朋友我们维护自安秩序的警察图跟上好不好 谢谢你们大家辛苦了媒体朋友警察朋友谢谢 谢谢 在我们今天现场呢 我刚刚说过除了军公教之外 还有警消劳 非常特别的是 劳工朋友们也一起参加了我们今天的行列 非常不容易 其实对劳工而言 我们军公教也是劳工的一种 因为我们的老板在后面 那种大楼子就是我们的老板 所以 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保障应该是我们的老板要负责 而不是我们的学弟学妹我们的子孙要负责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 再跟我喊一次 邀尊言 反无名 邀尊言 邀尊言 反无名 谢谢 北凡 北凡 还有哦 现在你是不是要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各个众队现在的情形 我们现在 刚才报告过 第一众队已经出发了 2万人陆续向这边前进 第二众队大安胜利公园的2万2千人 已经激增到2万5千人了 哇 另外在大中门大校门集结那边有一些活动 还在集结中的人 现在也突破了6万5千人 哇 就给自己再一个要烈的掌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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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呢 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有劳工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今天的行列 接下来就是有两位的劳工代表 要为大家来告诉他们的心声 他们同样是来支持俊宫教 我们欢迎简一以及刘谦老师 掌声鼓励 各位 花边花天花朝枢风 花边看起我们的故乡 我们的故乡在忙中 因为是听唱不平 隨著陰面轉月天 過頭看幾近一個世情 好嘴巴塞粉月青 台灣台灣請你給錢 人家運繼續比錢 台灣台灣請你給錢 隨著陰面轉月 這條歌呢 謝謝我們一百共二年 我們感謝主馬丹尾給我們這個機會 也感謝國家過去對我們的財負 所以為什麼要來參加這個台會 因為愛國民民流節 我們每一個人對國家都有一份志願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一定要來愛國 要關心 要給它 其實我在民國84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上天的這個調度 就來調到我們的財責 出於藍米酒去那裡 去那裡 去那裡 選擁經理 那麼 在這個中東中 我們十兩年都沒有在我們的國家 就是讓我們看到行政的方向 來幫我們做一個交友 跟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叫我們回來台灣 我們實在說 實在說 是讓上天幫我們騙回來 那裡的時候 我們也是一樣 站在這個地方 但是呢 這個聯合四月有時候 我們站在這裡說完之後 尤其他就不可以讓我們騙麥克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將國家應該要有的這個會議 跟一個真理 他就嚇壞了 導致的這個問題 我們來分析 就 讓這個現場的 這個兄弟姊妹知道 所以尤其他 如果我們走到處 就不可以讓我們說 像台就對了 所以我記得 那時候 這些現場 他用那個大藏藤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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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後面去 我就叫六千兩個人 拿到我們的手機 齁 齁 我們就一張 再一張 要跟你們說什麼呢 跟你們說呢 因為現場去的差到非常非常 這個 大家都非常的憤慨 對著說 啊 台電怎麼貪污 齁 啊這個河南怎麼飛 非常的憤慨 但是在憤慨後面 這個主母債是要做什麼呢 他就 所以呢 我們就一張說過一張過 這張事情 把他做動下來 但是呢 到那裡 每一張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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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台區的 完全都沒有 那麼今天在這裡 我相信 台中的這個警察生死 有很多人實施人 因為 我們去民國 100年回來台灣之後 台市啊 上天叫我們說 要關心政治 在我們宗教的來講 我們是不在乎政治的事情 但是呢 不但叫我們關心 就是要親自關心 為什麼呢 因為 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台灣的問題 就是政治的問題 如果台灣的問題 可以見到尾 不是光是失去 他的經濟 而已 甚至八成的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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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兄弟當中 呢 就失去以前的工程 所以說呢 在宗教來說 我們 台灣的宗教 在這二三十年裡面 發展 那些世紀 超過五十幾歲以上 無論是 傳統的領域 無論是 工法的領域 無論是 用為替來工水的領域 無論是 無論是 信徒和財力 超過一十五十幾歲的領域 但是有創造 我們還要好嗎 沒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問題 是來自於政治的這個地方 今天我們說 其實 國父當中的這個 隔壁的時候 他還要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仁希努力 那麼 第十一場的隔壁之後 當時的 當中的第十一場的隔壁 我相信 今天青天白日 滿地豪的 國父當中的隔壁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第十一場 革命的開始 但是這場的革命 不是要撈毀 只是一個理性 還有一個嚇惡的道理 我們要將很多事情 在國務省做 今天 我們的國家 在那三十年前 我們的國家的情人 競爭 實際上會韓國 七八八的情侶 非常像 麥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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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 但是今天 我們各位來看到 麥當中的 麥當中的 沒辦法考慮 沒辦法考慮 韓國製造的 沒有 那麼今天 韓國的國家的 競爭能力 圓免超過於台灣 三倍以上 那麼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什麼人來做機會 我們就是國民黨的 當中的 是嗎 我們就是台中的 軍統教人員 是嗎 我們都知道 不是這個原因 所以說 今天 將來台灣混亂到 衰敗 這個正前 完全要來 推下去 再來呢 有法 有法這個 我們這個青年 這個官員 我們這個青年 這個警察生死 我們這個青年 公告人員 所以 我們今天不得地 站在這個舞台 就是要來講這個 公道位 我們今天 我們站在旁邊 舞台旁邊 這個劉謙 他 是一個非常愛國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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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月 就是 一生 豐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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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團隊的懲戀 所以 有用著 這次都沒有結婚 那次看到 經過 政治家的領土 台灣 是非常富裕安景 這樣有人都在 所以 所以 他說 台灣不需要 我出外國中國 他知道 我講 先來 月月十幾年後 香港回到台灣 這個看 這樣人犯的紛亂 所以非常的不甘 這個宗教的紛亂 這個一世人奉獻給宗教的人 結果 外出都在做政治的工作 在三米白的學院當中 我們在現場 在台東教他們交流 超過一百場 我們劉老師 那時候也去教學生 給他們改稅 我們的國家的問題 處理什麼地方 那麼在改稅的過程當中 有一邊 放學生說 健好就收趕快回家 結果現場的學生 把鼓掌和嗆聲 叫他下台 那時候說起來 實在說 他是非常非常的愛國 在五年五月切的時候 共町議院當中 這個民進黨 繼續在那裡 冠狼在那裡插鬧的時候 共町議院當中 他就要帶我們整天的黨 我們這個幸福勞動聯盟 他就整天 大家帶來這樣 叫決死抗議 他這個決死的主角 所以一個新樓 今天可以站在這裡 我相信他也有很多人要跟我們說 但是 因為這個時間有限 我們這裡 來 劉老師 各位好朋友 非常抱歉 因為時間已經夠了 所以說 沒辦法跟大家 還提供幾句話 但是 我們希望我們信心的 借給這個國家 我們希望大家一定要勇敢站出來 我們說三達德 智人勇 我們當中華民國的人 一定要有勇氣 有智慧 有仁慈的心 然後把國父 中山精神 三平主義武权憲法 落實在台銅 金馬這個土地上 我們大家一定要站出來 如果再不站出來 這個國家就快沒了 我們的勝利之聲 一定要發出來 希望這是第十二次的革命 大家今天才是剛開始而已 以後一連串的革命 請大家務必一定要支持 10月10號下午1點到5點在國父紀念館 希望能夠跟大家快次的相逢 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有時間 都可以講一些話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非常謝謝 是 我們相信今天這個活動 絕對不光是 這幾個族群 軍公教井蕭寮的心聲 其實呢 政府欺負我們軍公教 沒關係 但是我們一定要團結起來 對不對 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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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朋友 各位學長 各位長輩 各位夥伴們 我們這二三十年來 從來沒有拒絕過政府對我們的要求 是 所有的退苦制度 年薪制度 也不是我們去求來的 他規定了他的對不對 我們依法 依規定 交保費 交退股金 交了二三十年之後 你政府說 我經營不下去了 你們 不要拿了 或者少拿一點 這樣就合不合理啊 合理 一個公司經營倒閉 誰要負責 老闆要負責 所有的老闆是誰 是站在我們後面 總統 總統 要道歉 要對我們 守規矩 安定 不足一神的公務員 警察 教師 所有的老公 到錢 對不對 對 好的 現在呢 我們非常非常開心 他就是這段時間以來 一直在這個 你監督聯盟裡面 監督這些 這一條非常沒有知識的 這些所謂的監督 這些所謂的改革委員 也就是 我們的 吳自華 吳將軍 我們請就上來 跟我們講幾句話 各位 老大哥 大姐 各位好朋友 軍公教 警消 勞工 朋友們 大家午安 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到 凱道來 為了要 政府 聽到 我們的聲音 這麼多年來 軍公教 警消 被政府 被社會 污名化 羞辱我們 尤其是 在座各位 老前輩們 你們 你們為國家 付出了一身青春的歲月 在政府最艱苦的時候 我們不計較我們的心奉 我們日以繼夜 老師們 做育英才 警察們 消防同仁們 維護社會 治安 公務體系的所有朋友 推行國家的政務 把台灣從一個窮困的寶島 建設城市 建設城市小龍 到今天 所有的軍人前輩們 我們在金門馬祖 台灣高山海邊 在我們的領空領海 犧牲我們的家庭 犧牲我們的生命 捍衛這個國家 請問 我們有哪裏 對不起這個國家 要讓社會如此 污名化我們 我們退休 領的所有退休 幾縫 是國家法令給我們的 我們不是既得利益 蔡總統說得很好聽 我們請他 要做到 不要放任他的行政院 或者他民進黨的 地法委員 綠營的電視台 名嘴 繼續在污名化我們 我們每天看這些 嘲諷的語言 酸言酸語 羞辱我們這些 領太多 吃太飽 讓我們下一代 沒有辦法生存 我要請問各位 老大哥 老大姐們 我們的孩子 不是我們 含心如苦養大的嗎 對不對 他們應該要孝順我們才對 為什麼這個政府 來讓我們 世代對立 階級對立 職業別的對立 在分化這個國家 分化這個社會 這對國家沒有一點好處 我剛才從中正紀念堂 大安森林公園走過來 我給各位宣布 上台之前 經過我們各梯隊的 聯絡同仁統計 現在人數 已經超過 十一萬人了 十一萬人了 各位好朋友 我還是要呼籲 我們今天的活動 一定是和平 理性 有規範 到三點鐘的時候 我們的隊伍會慢慢走到這裡來 請中央的朋友們 老大哥們 帶著你的椅子 往兩邊靠一下 把中間的位置讓出來 我們有中華民國的 大國旗隊進場 我們要讓空間給他們 我們還有今天 反污名要尊嚴的大字牌 對著總統府 要讓蔡總統府 所有的閣員看到 我們在這裡 十幾萬人代表了台灣 真正社會的聲音 讓他們聽一下 接下來我們還安排了一些活動 所有的族群代表 除了政治的黨派之外 所有朋友我們安排的 都會上來暖場 跟各位致意 謝謝大家願意在這麼熱天 來到這裡 我特別給各位報告 今天早上下大雨 因為各位的愛國心 老天爺出太陽 現在各位很熱了 一瓶雲過來 幫我們遮太陽 老天爺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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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反污民 反污民 要尊嚴 要尊嚴 要奉嚥 替蔡英文 太陽 霸凌冰公教 霸凌冰公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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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北城將軍 我呢 穿軍服穿了三十幾年 我學校的指揮官 現在就坐在正中間 報指揮官 我從來沒有想過 有一天我會跟著大家 上街頭 抗議我們的國家 抗議我們的政府 我從來沒有想過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 我本人在陸鑌官校擔任過學子固執被關 我帶了很多的學生 我都是告訴我的學生 要服從政府領導 要共護領導中心 可是我今天 實在不忍心看到我的學生 學弟學妹被政府 不是被政府欺騙 而且不准他們出來 遊行抗議 所以我們這些當學長的 我們這些退休的軍人 我們不出來 我們對不起我們的學弟學妹 對不對 對 要尊嚴 要尊嚴 反無名 要尊嚴 要尊嚴 反無名 反無名 是的 我相信 我相信 為什麼軍公教 警消牢 會被迫 要上街遊行 因為我們已經忍耐到最極限了 對不對 對 國家 政府 一直要我們共體時間 我相信各位前輩 從民國三十幾年來 三十幾年到台灣以來 我們就一直在共體時間 當初各位的薪水 只有一兩百塊台幣 可是大家因為共體時間 我們相信政府 在大家退休之後 會照顧大家 但是 現在政府告訴你 對不起 我把你們的錢 拿去投資了 我把你們的錢 投資失利了 所以 抱歉 你們還是得自己養自己 這樣子公平嗎 不公平 這樣子合理嗎 不合理 所以我們今天不得已要上街頭 我們用我們的淚水 用我們的汗水 來寫歷史 雖然這個歷史寫得非常痛心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麼做 對不對 對 對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有一群軍公教的人員 他們自發自動的 組成了一個 詩歌朗誌團 那麼 這個詩歌朗誌的 所有的內容 是由我們一位退休的 黃慶林將軍所寫的 他把這 多年來 看到國家的這些 包括我們所有的軍公教 對國家 對國家 所不公平的對待 把所有的心聲 用詩歌朗誌的方式 要表現給大家 我們現在一起歡迎 這一群最感人的 詩歌朗誌團員 掌聲鼓勵 掌聲歡迎他們 謝謝大家 我們再以一次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黃慶林將軍所代理的詩歌朗奏團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是捍卫国土的战士 如今众上决头 曾经是尽忠举手的东仆 如今抗议政府 曾经是为人不渊的教父 如今教权重访 为什么 为了什么 究竟为了什么 作为人无可忍 哪有人愿意纵上皆同 只因为尊严被霸凌 权益被剥夺 年金被污名 社会被撕裂 主权被践踏 国家被模糊 奉公守法的军功教 分为国家稳定的基石 只因为战党轮替 如今进程了 专行正义的批判对象 信赖保护原则何在 法律无数既往何在 我军的荣辱就是我的荣辱 走从四孙 敬天酒瓶 敬天退休军功教的处境 就是明天军功教的下场 好 信天站出来 明天才能活 好 96年台海危机 921大地震 莫拉克凤山 批评的人们 借你们在哪里呀 只有军功教 牵手岗位 只要任务在身 家庭总是在后 有家会不得 子女见不到 当台湾钱烟角木的时候 当股票大涨的时候 当社会待遇 优渥的时候 优渥的时候 批评的人们 你们在哪里 只有军功教 坚守奋奋 纵使薪水为国 也愿热泰工作 无怨无悔 在国平地 只因为 国家的安全 社会的安全 社会的安定 民众的福祉 都需要我们 只要军功交战 国家在哪里 尽管 都能 安然度过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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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政府 不少独裁 与政凡日 国势挫乱 政策 阿强恩 初次派政府 借专行政议之名 其专制独裁之史 文化财富的业务 世界业务 中国文化的传承 以内歌迹 国家为外的警钟 已然敲响 总统的权力 全民不语 总统的职责 宪法民进 总统的监督 全民有责 唯法难前 国法不容 听我们的声音 看我们的目标 作为中华民国的捍卫者 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民族政府的支持者 我们战争呼吁 国家地位不容模糊 民族主权不容退让 中华文化不容歌器 族群折合不容撕裂 知识改革 反对立侠 亡我尊严 付我权益 健全财政 充实国库 不合比例 不受欲望 不受欲望 繁荣 尊严 团结 自信 公益 蔡总统的旧旨也说 若要具体做到 将是全民之主 唯有抛弃义士 形态 停止政党最上 先求两安和平 残忍点亮台湾 照耀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光明 台湾才有前途 九三怒吼 中国威祸回忆 大地大群 必想台湾沟海 席天台湾 日日月圆 岁岁年年 让国际都叹大 让世界都叹大 大无名 要尊严 庆军人 保佛土 不达不定 绝不忠识 不达不定 绝不忠识 军公教员代表 再次谢谢他们 我们下面所有 由皇帝吴将军所领导的 军公教员代表 再次谢谢他们 谢谢 谢谢 大家掌声鼓励 不达目的 绝不终止 我们有一颗最炙热的心 曾经献给这片大地 但是现在这颗心 被当局者 一把冰块把我们交袭 我们甘不甘心 不甘心 不甘心要尊嚴 要尊嚴 要尊嚴 反污名 反污名 好的 我们今天除了军工教堂之外 我相信政府最想做的一件事 就是分化我们的这些军工教堂 另外还要分化世代 但是我们今天非常非常高兴 现场来了很多年轻的朋友 等一下我们就要邀请一位 年轻的代表来为我们上台 跟大家致上大家他的最大的谢意 年轻人其实并不是不尊敬长辈的 我们中华民国的年轻人最有礼貌 我们中华民国的年轻人最知理议廉耻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真正知书达理懂礼貌的年轻人 他对他的长辈 他对我们这些前辈有什么看法 绝对不是所谓的世代拨炫 而是要势在互助 互相尊敬我们欢迎他 是在他台面 在我们上台演讲之前 被称 我们有没有看到后面 请大家在现场的 看一看我们后面的第一众队 大家向后团 我们第一众队 两万六千人已经到达了先皇 我们发起本意 大家好 欢迎 辛苦了 辛苦了 欢迎欢迎 学长学姐辛苦了 学长学姐各位伙伴辛苦了 谢谢 好的 接下来要为大家上台发表一些他自己的感受的是林淳 林淳呢他现在读台北商专商业大学 他在七月份呢也得到了一个演讲的比赛的冠军 是两岸两岸四地所一起举办的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参赛者 他打败了这些两岸四地的参赛者得到冠军 华语的第一名 是 华语第一名 是 我们现在就请热烈的掌声 欢迎林淳 欢迎林淳 各位 爸爸叔叔 阿姨 大哥哥 大姐姐们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 林淳 目前就读于国立台北商业大学 今年刚满二十一岁 青年强则国家强 我们唯有年轻人站出来 国家才有希望 因此 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内容是 那一晚我们高举着公平正义的棋子 那一晚我们高举着公平正义的棋子 大家知道前方的那一个棋子吗 就是有一个蓝色太阳的那个棋子 大家知道吗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棋子就是 青天白日 白日满地红 那我现在介绍我这个 后方正面棋子 大家知道吗 好 那我现在公布答案 这面棋子就是 铁写十八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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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11年10月10日的那一晚 我们高举着公平正义的棋子 这一面棋子就是 五昌旗一时的棋子 当年 呆有万余人 其中有 大学生 热血的青年人 被克森杂均 压了喘不过气的农民 被剥削的工人 缴税过重的商人 以及失业穷困的人 以及最辛苦的劳工军人们 他们都愤怒了 种种的不公不义 使他们连命都不要了 高举着 反贪腐 反欺凌 救国家 真民主的正义旗帜 而今天 来到了这里 辛苦的军员们 以及劳工的朋友们 各阶层的中间 追求的理念 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 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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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怎么没有掌声呢 因为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特别重申了三次 还记得 这一面棋子 它就是 中华民国第一面国旗 而后演变成 入军的第一面军旗 这面棋子 它曾经是辛亥革命 勇往向前的开国精神 和不屈不挠 冒险犯难的坚持 这面棋子 有太多感人的历史禅城 多少先烈先前 和属不清 可歌可泣的故事 不断的 传 传 下去 还记得 在民国二十六年 我的大鸠公 当时 因为松部会战时 被炮弹 砸伤 血流如注 根本找不到他 只能用一罐种 来埋葬了 那年 大鸠公才 二十五岁 民国 三十八年 国共内战时 我的爷爷 吊小腿被子弹炸伤了 血流如注 细菌感染 差点丧命 因此 中西医生 走路都是 一拐 一拐的 直到现在 我仍然忘不了爷爷 住着拐杖 歪斜的身影 所以 我们年轻的一代 一定要 饮水思源 心怀感恩 因为 我们是享受着 长辈们 认真奋斗 牺牲奉献 所成长出来的果实 所以 我们一定要 回馈社会 更要遮不起 他们的生活 而且要 成先起后 既往开来 更要肩负起 创造 中华民国的 辉煌岁月 更要 努力的工作 给他们 建立 美好的生活 此刻 我今天 能高举的罪面 铁血十八星期 我想 借了这边旗子 加强团结 足取 荣华的目的 更是要展现 公平正义的决心 最后 我想要大声的说 心中有爱 书至于赛面 我爱你们 最后 我还想要 献上一段花 祝福大家 首先 我带了许多鲜花 要先给大家 我献上的是 白蓝 玉蓝 马蓝花 丁香 三桂 山茶花 凤凰 奉献 洞萱花 大力 歌唤 石榴花 甲竹 陈春花 师姐妹 寒羞 草原 纸花 一片同 十样 军 雪仙花 雕 草 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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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生 雕 下 我 打 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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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 全体的朋友 仍然有钱 虎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林辰 真的很不簡單 年輕人願意上上舞台 為他們這些叔叔伯伯阿姨們說話 再一次謝謝你 謝謝 陳倩是不是在跟現場的朋友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的各種隊已經 已經有多少人了 跟各位學長夥伴 前輩們報告 現在第一種隊已經到達 兩萬六千人 現在看到旗幟陸續進來的是 第二種隊已經陸續到達 我們跟他揮個手揮揮揮手 各位夥伴好 辛苦了 辛苦了 第二種隊已經將近三萬人 已經將近三萬人了 已經將近三萬人了 我們一定要被政府 難看對不對 我們要告訴政府 我們這些人 絕對不是泛反之美 因為我們安定 所以國家才安定對不對 對 如果我們不安定 國家哪來的安定 對 今天我們非常非常榮幸 有一位從台灣回來的宗教大師 也是一位出家師傅 他自己套腰包 自己花錢買機票 只為了要挺我們軍工腳 我們歡迎 勿散場師 歡迎彩師 謝謝師傅 各位現場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師傅 我是師傅 魔法在世間 不立世間絕 敵世迷菩提 猶如窮兔角 好 馬上就來 我今天和三十位 法師 宗教團體 代表 局局在一起 就是希望被同等對待 政府的政策的問題 不是推一個族群上斷鬥臺 就是改變 大家都知道 軍工教 緊蕭勞等等團體 近幾十年來 圍繫著我們 台灣非常重要的 中流砥柱 也是我們 長久治安 賴以生存的命脈 我是一個雲妖真 全世界各地奔波結緣 我深深知道 他們默默地為國家 奉獻犧牲 才有今天台灣呈現的奇蹟 我在這裡 十二萬分無限的敬意 要不要給自己鼓鼓掌 族群不能對立 制度需要改革 制度需要改變 國家需要認同 我們沉默 並不代表我們 造單全收 政客的批評與無名化 無名化 我們身份可以不同 政黨可以不同 有許許多多的不同 但是 追求全民幸福的 福祉的心 絕對不能不同 對不對 對 改變需要大家的力量 尤其是宗教的改革 台灣這麼多的廟 蓋了這麼多 真正對社會有多少幫助 心寒 心寒 正念 改革需要正念無私的心 所謂的 大道之心 也天下圍攻 旋旋與能 將其秀目 相逢就是落地欺 何必骨肉欺 就是要 老有所通 壯有所用 又有所長 光發孤獨 飛機者 皆有所養 對 下面念 好 一定要 創造理想大同的世界 更要創造我們 台灣明天未來的世界 台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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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努力 台灣改變 要改變 要改變 台灣平安 台灣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三千大之心平安喜樂 大家平安喜樂 改變 改變改變 改變改變改變 謝謝大家 我支持你們 謝謝 謝謝師傅 你們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我給大家三幾功 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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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 各位在現場的朋友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午安 午安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我先生是一個小企業主 但是我深深的知道 台灣這麼多年來的繁榮穩定與進步 其實背後 在辛苦付出的人 就是今天在現場的各位 老苦功高的 軍、公、教、警、蝦、勞等等團體 我知道 我知道 沒有 大家在多年在工作崗位上的持久不懈 努力付出 台灣今天不會有這麼安定 我也不會有安定的生活 謝謝大家 我在這裡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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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吳將軍要為大家再說幾句話 歡迎吳將軍 各位 前面的長輩們 朋友們 台灣的僑胞們 我非常不好意思的宣布 我們十二萬大軍已經從後面過來了 我拜託各位幫個忙 可不可以拿起你的凳子 向兩側靠一靠 那麼 人行道的各位鄉親父老 稍微讓一點空間 因為我們的隊伍包含國旗 整隊的要進來 請大家幫幫忙 幫忙把板凳稍微挪一下 中間的位置讓出來 給我們的國旗隊伍 他們要進來了 我們一邊 橫挪位置 一邊不要忘了像我們後面的隊伍揮揮手 歡迎大家辛苦了 我拜託辛苦了 歡迎 歡迎 辛苦了 尤其我們省上的國旗 辛苦了 我拜託歡迎你們 辛苦了 各眾隊的兄弟姐妹們 辛苦了 辛苦大家了 辛苦了 感謝各位長輩的配合 等一下 當我們大幅的國旗進來的時候 請聽我們主持人的指揮 請大家起立致敬 現在是不是稍微再挪一挪 稍微再挪一個車道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勞煩各位了 非常非常謝謝大家的配合 拜託再挪一個車道 否則我們的隊伍進不來 感謝各位大哥大姐的支持 老天爺都給我們陽光和圍風 所以我們大家辛苦一下 稍微挪一挪 讓我們的隊伍整隊好 國旗即將準備進場 所以我們把空間 稍微挪一下 給我們的隊伍 大家可以向後面警服們的隊伍 揮一揮你的國旗 大家辛苦了 辛苦了 各位眾隊的夥伴們 辛苦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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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非常非常的榮幸 也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我們今天的天氣突然 我們今天的天氣 從早上下大雨 現在 下大太陽 也就是老天爺在眷顧我們 對不對 老天爺都疼惜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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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今天非常非常感動 甚至就是剛剛的我們的烏扇禪師 從海外特地回來 為大家祈福 跟大家站在一起 所以我們相信 我們今天的所有的活動 一定都非常成功 對不對 一定要成功 我們非成功不可 是 反無名 要尊嚴 抗議蔡英文 霸離軍中教 大離軍中教 反無名 反無名 要尊嚴 要尊嚴 現在 我們請大家 現在 稍微的 把我們的心情稍微的安靜一下 我們現在呢 有一位 之前一直在我們國軍的義工團隊 表現非常好的馬國平小姐 她也要在今天呢 獻上她自己的心聲 還有她的歌聲給大家 我們歡迎馬國平 馬小姐 我們歡迎馬國平 謝謝兩位主持人 糟糕 我的哭點很自由 各位現場 所有的前輩們 大家好 謝謝 在我們的隊伍開始 要往舞台前進的時候 我帶來兩首歌曲 跟大家分享 也祝福我們所有的好朋友們 心想事成 願望可以實現 謝謝 我們帶來的是 屬於比較輕快的民歌風 如果會唱的人 也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という唱法 小沉的微風 我們想用水去發中 往事滴滴 不要回首 沉默的满洲 音乐在我心里响起 目以开启 别再忧愁